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8月18日 今天是星期日 繼續跟大家 說說 現在大陸流傳得很厲害的 領導人發言 這個是 北戴河會議裏面的內部紀錄 當然 究竟這些是真還是假呢 越是詳細越是詳盡的紀錄 其實那個真實性越低 大家知道 領導人這些講話 很神秘的 究竟誰可以把他全部撞下 是不會的 因為 凡在這類講話 基本上 也不可能 有人 去負責 像書記一樣記下 那麼你現場錄音有沒有呢 肯定有 錄影錄音一定有 問題就是 那個人會不會 或者黨容不容許他作記錄呢 除非 這一次 是一個閉門的擴大會議 但是 這個 發生 這次變成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機會有多大呢 又不是說零的 始終最近中共 的形勢 可以說是接近亡黨亡國邊緣 因為現在經濟爆破 比起當時 文革結束之後 拉四人幫更加大禍 因為當年中國沒有外債 雖然一窮二百 但是起碼那個債務 沒有辦法 那麼大 借不到錢 沒人相信你 但是現在不同了 現在那種債 那個銀碼大到 會拖垮整個國家的 一拖 整個經濟崩潰 而且 最重要就是外資 沒有了信心 全世界對你沒有信心 不會再來 所以 你說中共 召開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機會 有沒有 不敢說是零 當然 流傳 網上如果是真的他作出來 這個也很有才能 首先 他 模仿這些人的 講話 或者他的語氣 或者他那個 那個 用那個第一人身來寫 我覺得這個也是十分有才華的人 那個作者 吳宙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寫 還是他也是轉發 我覺得 像是他寫也不一定 繼續跟大家說回北戴河裏面的內容 首先有蔡奇的檢討 他也是攬上身的一張罪名 近平同志很多過失 我蔡奇有重要的責任 總書記宿夜在公 一心在黨和人民的事業上 其他方面很少關注 我作為中辦主任 責任重大 老同志的批評意見 我也虛經聽取 應該虛心聽取 會後將報誌落實 讓主席放心 讓各位勞領導滿意 然後李強出來懺悔做檢討 李強說 因為我沒有中央工作經驗 所以國務院主動成為黨中央一個工作機構 所以各位批評現在黨政不分 主要原因是我個人造成的 三中傳媒之後 主席將一些重大的活動交給我主持 令到我得到歷練 各位老領導也能看到 各大媒體對領導人個人宣傳大幅減少 我一定要虛心聽取老領導的意見 將國務院工作做好 習主席檢討中很多責任 我們常委也要承擔 所以我們要共同面對 共同改進 接著到王滬寧 出來檢討 王滬寧也有 蛇責的嫌疑 聽一下他怎麼說 現在政治協商確實成為 黨和政府的花瓶 政治協商本身是共和國立局資本 由毛澤東同志破壞之後 改革開放後一直都沒有實質性的重建 如果有真正的政協 有真正的人大 不單止現在的黨中央難以犯過錯 當年毛澤東同志也難以犯重大錯誤 我們現在通過紀檢監督反腐敗 每年幾十萬黨員幹部犯罪 這是黨和國家重大損失 問題出在制度上 作為一個學者 黨員 希望近平同志帶領我們進行制度重建 這些年來我們自己不能堅持政治文明原則 隨波逐流 我是對不起學者教授的身份的 如果對不起黨和人民 我在江澤民時代提出兩個代表 即是通過黨的各級代表 實行黨的民主 通過民選的人民代表實現人民民主 加上直選的政協委員 政協相當於參議院 人大相當於眾議院 這樣的政治設計也能有效壓制極權和腐敗 實現黨和人民的共和 但是江澤民同志要求我改成三個代表 今天有多少人可以記得三個代表是 代表甚麼呢 我是記不起具體的內容 這個是典型的胡弄自己 胡弄人民 把贊任推到 首先江澤民那裏 然後在胡錦濤同志做總書記 期間 提出科學發展官 民主政治官 講民主也要講科學 結果 剩下科學發展官 民主政治官就沒有了 即是他先提出了民主政治官 胡錦濤不要 只是要科學 胡錦濤同志說 這個不是他個人意見 是多數老同志的意見 而習近平做了總書記之後 我提出30多個政治主題方案都被否斷 最後只能夠提出中國夢 應對美國夢 如果不采立我就只能夠辭職了 我要說的是 我們這一屆中央特別是 近平同志的錯誤或者重大過錯 也不是一日形成 如果不從制度建設上面改正 還會為黨和國家帶來重大災難 我們這條船上面 內河 也不是船長 而船長也內河不了這條大船 很嚴重 他實際上就把所有的禍死了 個個都是壞人不關我的事的 我提了很多意見 我又有民主 又有科學 又有 很多 很多議政 實際上他們完全都不聽 每個人都選擇有用的來做 接著到朱鎔基發言 他說他同意王滬寧的意見 近平同志 對現在出現的災難性問題 有重大責任 但是我們在在每一個其實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因為我們應該做制度建設的時候 沒有 第一時間去做 我們總是相信一代比一代強 國家會更加富強 更加開放 但是沒有想著一夜之間會反貧 改革開放的成果被歸零 整個國家開始走向破產 這個 我也覺得是 不能夠完全排除這個會開的 可能性以及內容 原因是 中國是真的面臨破產 朱鎔基就說 我們對最高領導人 或者對領導核心來說 是沒有追責機制的 毛澤東是三七開 鄧小平呢 鄧小平89年犯了那麼大的錯 還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後來老江還有老胡 也是 激鼓全化 把最難捧的骨頭留給後人 現在肉都被吃光了 只有一堆骨頭 還有我們這些老骨頭 如果近平同志是九不里包子 我們這些老爺 就是九不里的骨頭 現場就說有一陣笑聲傳出來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98年 他出任國務院總理的時候 曾經發誓 不管前面是地雷陣 還是萬丈深淵 我都將勇往直前 義無反顧 鞠躬盡水 死而後已 現在看來 我在政治上仍然是幼稚的 也是懦夫 作為共產黨人 既然死也不怕 為甚麼怕給老江提政治改革的建議呢 我們不只有10年的政治改革窗口 老江還控制了胡溫當政的10年 完全可以促成政治改革 20年的窗口期都錯失了 我們真是罪該萬死 對不起國家 對不起人類 說得很重 當然啦 是不是真的朱鎔躁這樣懺悔呢 他說現在的問題 是近平同志如果真的不幹 誰可以頂上呢 這個罪現在沒有人頂了 你出來背掉吧 你打算找人射窄 他說誰也頂不上 他建議要務實一點 這個是中央將錯誤都改正他 將功補過 以功謝罪 不要再搞個人崇拜了 現在稍為老清醒的人 還有誰會崇拜毛主席呢 他說 近平啊 你不要學老毛啊 不要做老毛的兒子 你要做就做習仲勳的兒子 跟著老毛走 你肯定要做歷史罪人啦 現在 不再走下去 失敗了 回頭是岸了 要老老實實工作 現在這個體制 不從體制上面改是不行的 怎麼改 你們自己想辦法 他說 他只是發下勞騷而已 我是想不到你們的 我看你們日日在電視上演這個偉大領袖 指導全人類的命運 偶爾看一下就當成笑話 知道你們一定會失敗的 而是大失敗 你們把國家弄得破產 我個人無所謂 當年我說100口棺材99口留給貪官 留一口給我自己 他說 其實把中國的樹木都斬了 也不夠為貪官做棺材 貪官的數量 已經多過樹木了 我們共產黨人做的業 輕足難輸 我再表態 那棺材我不要 骨灰殺到大海裏面 我不會去白寶山跟你一起逼的 我說完了 你們批評指證啦 實際上 鄧小平也是一樣 因為鄧小平 也不把骨灰撞在白寶山 也不免得被人挫骨洋灰 因為他知道 遲早有一天毛澤東會拿出來被人鞭屍 所以那條屍是塑膠做的 因為一早就腐爛了 當年的技術不好 我們看到 那麼長一段文章 裡面反映到的其實是民意來的 是不是真的朱鎔基說 是不是真的王滬寧說 其實我也是一般相信 不過 我相信 這個是 大部分大陸人民 他們心目中 朱鎔基 會說的話 以及 他們心目中 希望朱鎔基 是這樣想 正如當年周恩來 還是人民好總理的時候 每個人幻想他是好人 所以 就會有一些傳言 其實就是假借周恩來把口說出來 就說是周恩來說的 實際上就不是啦 所以 我們其實 看這些文章 可以反映到那種 民情是怎樣 而民情 其實 最近 10日8日 是得到很大的說法 是大爆發的 這些民情也讓中共感覺到害怕 因為 這種民意 或者 說是謠言 或者是謠言 或者是謠言 像文歌那樣 唱出來 說出來 使得 大部分人 有種共鳴感 這個才是我覺得要讀給大家聽的原因 當然啦 你說裡面的內容有多少成真 我都沒有辦法作出一個判斷 我猜 幾個%是真的 有九十幾個%應該是假的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趣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不過 如果裏面你說幾個%是假的 九十幾個% 就是民意 這個 大部分的中國人 都是想這樣 好了 拜拜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然後就這樣問一下 看來 最多的地方 要再開啟動 我們要再開啟動 在家庭上 有些甚麼東西 最多的地方 都會有多些東西 要再開啟動